Hello 歡迎來到職場Marketplace 你看到前面這麼多美酒美景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我的朋友Apple 跟大家分享關於自己投資方面 以及自己做生意的心得 Apple自己本身從事保險行業 但在幾年前也投資了很多不同領域的生意 例如酒的生意 以及我們現在身處在九龍灣的Party房 Apple 看來保險生意很穩定 否則哪有這麼多心力再搞多少生意 其實也是的 因為現在已經入行超過十年了 做保險 所以當你這個事業上可以做到比較穩定一點的時候 就變成可以多些空閒時間去發展一下自己的興趣 或者可以開放去做一些不同的生意 給多些機會自己 但是這樣 每個朋友都說這幾年疫情都哭哭哭忽 又說沒有國內客 自己出街又出不到 見客也有難度 這幾年的生意又要怎麼守呢 始終做保險和做生意一樣 是有高有低的 當然好生意的時候就開心 如果是不 可能像你所說的這幾年疫情 真的比較冷靜 比較靜一點的 生意 但是要很冷靜應對 沒錯 而且你的心態要懂得去轉變 不要因為這個疫情而令到你踩低了你 然後你就失去信心 其實你應該再想多些其他方法去 怎樣可以再創新 怎樣可以求變 怎樣可以在這個環境裡面再突圍而出 你投資其他生意會不會正正是看到 保險如果跌了的時候 我們投資一些新的生意 可以去拉動其他的資金 或者其他的revenue來幫補保險的不足呢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但是最主要呢 因為為什麼我會搞其他的side business 其實本身做保險是我最core的 最正職的一環 空閒的時候 還可以去發展其他事業的時候 變成了 例如party房是我的一個興趣 我也很喜歡去玩 去和朋友出去 social 或者去喝酒 由客人變成經營者 是 因為自己也是一個用家 原先 可能比較相對 會熟悉一些客人的喜歡些什麼 安排可能會比較適合他們 其實酒也是一樣的 酒本身自己也是喜歡喝酒的 之前又讀了一個酒的課程 因為真的有興趣的 對這件事 所以就很想去explore多些 做一下就覺得 不如試一下自己入酒回來去買吧 自己可以開party的時候 又可以用一個特惠家去幫自己買酒 另一方面又可以做一些生意 真棒 Apple 桌面上也看到了一些很漂亮的紅酒 白酒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什麼 其實我今天幫你準備了兩款送酒的小食 我們可以先試一下芝士 可以配白酒 好 這瓶白酒其實是有個小故事的 日本牧村托車有聽過 有有有 糟糕如果我說不認識 其實他就很年輕了 其實他在早一兩年有一套日劇 叫做摘星廚神 他在那套電視劇裡面 他的故事是講一個米芝蓮升級的餐廳 而牧村就是主廚 他就會在餐前再介紹這瓶甲州的白酒 即是House Wine 是的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 各位朋友試了很多 現在我們剛剛世界杯完之後 晨早溜溜真的喝酒 好棒 昨晚都喝完了 這瓶甲州很容易入口 是的 你可以試一下芝士 其實如果白酒 它作為一個餐前的酒 如果它配搭一些小食 例如一些鹹香味重的芝士 其實是不錯的 你平時讀酒的時候 這些食物的配搭 怎樣配搭 是不是都要讀過研究過 課程都有教的 哦 挺棒的 我看到Apple你很投入 亦都很認真 不像坊間的朋友 見到一些酒便便宜 進來代理就去買 你為了真的買酒 或者自己很喜歡酒 真的讀一個相關的課程 了解食物的配搭 酒的成份 然後才去銷售 最重要是有興趣 你找到這個是你自己的興趣 你就會很有動力去想再發掘多些 去學多些這方面的知識 我學了之後可以跟客人再介紹 甚至是介紹完這個紅酒 白酒 而他們的feedback是好 很有興趣 沒有介紹錯 其實是很開心的 很棒的 那這支紅酒呢 紅酒是甚麼來的 這個紅酒呢 亦都是我最近店裡的一個TOP ONE的紅酒 其實它是一個來自法國聖阿米安的地區 出產的紅酒 這支你可以試一試它的味道 你見到它的顏色其實是很深紅色 還有它好像紅寶石一樣 它的顏色很漂亮 然後你再聞一下 你會聞到很特別的 它有些皮革的味道 糟了 我要戒酒了 各位朋友 最近喝了太多了 肚腩大胸就很厲害 你覺得怎樣 其實它是很容易入口的 很純滑 對 也是很純的 又不是酸 又不是酸 又不是多渣 沒錯 有些很多渣 它的酸度是很適中的 整個酒做得很平衡 香味味道 口感 丹寧 其實都是去一個適中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支酒 是比較適合大眾的口味 一般來說 除了這些關於酒的生意 和保險可能相負相成 對於派對房的生意 其實都很大合作空間 因為很多朋友 尤其是現在悶悶的 沒有地方做的 就是購買派對房 唱卡卡 扔飛鏢 打牌 喝酒都很過癮 那是否你們看準了這個機會 大家不同的生意之間 有一個協同效應 所以你決定 都收購了一個關於派對房的生意 我覺得主要是 其實我的興趣先走 我經常覺得如果做了這麼多年 是需要做一些自己感興趣 自己喜歡做的事 那你才會發展得更加長遠 其實除了保險 當然是我的正職 另外去玩 消遣或者是去飲酒 去品酒 都是我的興趣 所以將幾樣東西 一起去做 我會覺得 我自己覺得這一方面 我可以處理到 我又有興趣 又叫做有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業 這麼棒 Apple 我見到你近幾年的事業發展 也很不錯 自己本業主要的保險生意 也不錯 然後再投入其他不同的生意 有酒的生意 和派對的生意 未來這一兩年 你的發展前景 還有有沒有想著再投資不同的生意領域 再找一些協同效應 或者再發掘一些新的興趣 絕對有的 我是持開放態度的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 挺怕悶的人 就是我的性格 我很喜歡找一些去學 找一些去玩 試一下找一些去做 其實除了酒 或者派對房之外 我另外也想發掘多些運動上的興趣 例如你有什麼運動生意 或者運動的興趣可以發掘一下 我有一次試過去和我兒子去玩攀岩 其實有幾個玩 室內還是室外 室外的 是幾層樓高 真的爬上山的 我兒子今年六歲 其實我又挺意外地 就是他很喜歡這一項運動 我覺得其實我自己都之前沒有玩過 和我兒子一樣都是第一次去接觸這個運動 我想好像一個親子形式的做法 就是一起去學 和他一起去學一種新的事物 會不會下一次 就是再和Apple你吹嘴聊天的時候 上山聊 又上山聊 然後又延伏了新的公司 是嗎 希望 去到最後 各位朋友 有興趣諮詢一下Apple你自己的生意 即彎如你預約你的派對房 或者想和你指教一下 稟稟酒可以怎樣做 我可以留一個IG 可以在YouTube下方 應該有個位置 就留了我的個人IG 歡迎大家可以加我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沒有事做可以上來九龍灣這裡 聊天 聊天 喝酒 如果喜歡這影片 可以留言分享出去 還有最重要的是 Apple自己本身也很能幹 自己是一位連環的創業家 有自己的生意之餘 再在自己的主意 即保險方面 可以繼續堅實去做 看看後疫情的時候 Party房又可以繼續生意好些 大家也可以出去玩 可以吃飯 希望我們回復我們昔日 這麼光彩 生意這麼好的香港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如果有關於保險上的問題 想大家去聊一下交流一下 都可以歡迎Inbox我 或者如果約我出去聊 都不一定要去Coffee Shop 或者Starbucks 都可以上來Party房 坐一下 地方都很舒服 當然訂酒都可以找我 大家可以再聊一下酒精 等大家約我去喝酒 Cheers